好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咱们大鹏教育书法学院 传书专项课的第四节课 积水成渊,蛟龙生烟 今天咱们来学习一下传书的一个上下结构 了解一下上下结构的一个基本特点 然后再掌握一下老师给大家挑出来的四个案例 好的,今天这一节课 老师给大家稍微拓展一下传课方面的一些知识 传课的话,咱们这个传课的学习 肯定是要从汉印开始 汉印的话就是东西汉时期的印章 或者说是秦印 当然秦印的话相对来说 它是传课的一个前期作品 不是特别成熟 在两汉时期是一个顶峰 这个汉印的话简单从材质上来分 我们分为这个汉玉印和这个汉时印 时印和玉印 玉印的话呢,一般由皇家或者说是一些身份比较高的一些官员们来使用 比如说大家看到屏幕右边的这个皇后之席 就是皇后用的,它肯定是质量比较好 玉印嘛,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边缘呢都比较整齐 边缘线都比较整齐 大家再来看左边的这个未成另印 相对来说呢,它身份就不是那么的高 然后它是用这个时印 大家可以看到边缘的这个被损害的就比较严重 当然还有一些平民的印章,它损坏的会更严重 大家要分清楚一个汉玉印和一个这个汉时印的一个区别 这是从材质上来分类的 其次呢,从这个用途上来说的话呢 它分为官印和私印 官印的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皇后之席 未成另印,这都属于官印 还有私印的话呢,比如说就是大家个人自己使用的一些印章 就属于这个私印 用来证明一下自己的一个小身份 这样的一个作用 简单给大家了解一下 其次咱们到这一个传课的第二个高峰期呢 就是咱们的这一个清朝 清朝的话呢,从这个邓诗如开始 邓诗如呢,咱们在上节课也说过 他的一个传书 他的一个传书 这一节课呢,说一下他的传课 邓诗如呢,提出了一个印从输出的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呢,也被我们这个后人呢 一直所这个崇拜吧 算是,一直所被遵守 什么叫印从输出呢 就是说,咱们课章的时候呢 虽然说是拿的是刀 虽然说是咱们的这个材质 是用刀和石头来进行的 但是呢,我们要把这个书写信放上去 就是要把我们的笔法 把我们的末法 把我们在纸上写字的这种感受呢 转化到石面上 这是邓诗如提出来的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 诗如这两个字呢 其实和咱们现在小传的这一个节字是非常像的 上紧,上面比较紧,下面比较松 对不对,上紧,下松 包括整个字形也是比较均匀的 和咱们刚刚的汉印是不一样的 刚刚的汉印它都是会很整齐 会很饱满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清朝的时候呢 差别就比较大了 印章的话呢 在这个在汉朝的时候呀 它印章主要是为了一个实用 在当时是没有任何艺术性的 同样咱们这个传书的时候也是 在秦朝的时候老师也说过 是没有任何艺术性的 它本身是一个政治作用 然后咱们印章的话呢 其实它更多的是体现它的印章属性 比如说咱们的传课分为几大属性 比如说第一 它的印章属性 就是说它得起到一个印章的一个作用 比如说证明一下自己的身份 代表一下自己的一个 代表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份 主要是身份的一个象征 其次的话呢 它的一个公益属性 公益属性的话呢 就是它的制作是否精良 它的制作性会不会很强 比如说大家随便拿个橡皮 这样抠几下 这样是没有任何公益性的 对不对 还有一个呢 是它的一个美术属性 就是它是否漂亮 它的这一个分布 其次呢 还有一个书法属性 就是它在克制过程中 有没有用到咱们所谓的一个笔法 就是化笔法为刀法 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次咱们这个规制 涉及到规制的问题的话 它也是肯定有一个大小规制的 就是说平民的章不能特别大 对不对 只有官员们的章 会这个可以这个尺寸上 要求肯定是不一样的 大家再来看右边这一个古欢 大家就可以看到很有小凯的 很有小传的这种感受 包括这个线条也是非常流畅的 线条的流畅性 和咱们刚刚看的这个汉印是完全不一样的 汉印它是一种非常浑厚 非常古朴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但是我们把笔法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它的这一个线条也会变得更加的飘逸 这就是清印和汉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因为渐渐到了明朝的时候呢 咱们这一个印章呀 它就会有很多的这种 更多的被加入了一个艺术性 印章呢也渐渐的成为了一个 一个作品的一个评价标准 以及这个作者的一个造诣的一个水平 比如说大家再来看现在这个图片上呢 是这个齐白石的两个印章 人长寿和这个淡荣轩 这是一个洋文 一个这个英文 洋文的话呢就是白底红字 英文的话呢就是这个红底白字 这个很好理解 一银一扬嘛 大家可以看到淡荣轩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笔树花 非常的老辣 非常的生硬 直接是一笔的 很明显的看到这是册封 对不对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我们写一个竖环的时候 对不对 左边是完全整齐的 右边呢是坑坑洼洼 你又说明 它的刀是一笔来完成的 一刀来完成 也就是齐白石所谓的一个单刀法 就是它不做过多的修改 一刀就是一刀 这个和我们的写书法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也不允许这个来回涂过来涂过去 对吧 包括咱们的这一个 咱们的 这个写字 课章的时候 也是尽量的少改 尽量的少改 能一刀完成的形状 完绝对不会用第二刀 这就是要保持我们线条的一个力量感 如果你一直改的太多的话呢 到后面它就成一个工艺品 对吧 它就有点像石雕的那种感受 因为你一直修改嘛 它的线条会很肉 就类似于咱们写一笔树花 不是一笔完成的 我是一点一点涂出来的 它和这个一笔完成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要感受一下就是刀笔的这种意味 所以说转刻和书法 它是可以互相促进 互相提高的 也就是咱们转刻的这个水平高了之后呢 咱们的字里面会带有所谓的一个 金石之力 金石之力 这也是一种比较玄的一种感受 这个也需要大家慢慢的去这个多看 多写多去欣赏 最后才能理解到 观影是没有英文阳文的限制的 英文阳文都会有 都会有 再往后来看 再往后来看咱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风格的 特别的精致 对不对 这是陈俊来的印章 它是这个叫细朱文 细朱文的话呢 细就是粗细的细 朱文的话呢 就是咱们所谓的一个阳文嘛 对吧 朱文白文 英文阳文 其实差不多一个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陈俊来的印章 它的这种工艺性和美术性就非常的强 对不对 它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它和之前是 它和咱们之前这种印章是 和齐白石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齐白石他都就会把这种书法的属性提高到了最高 然后陈俊来呢 他把工艺性和美术性提高到了最高 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风格 大风塘珍藏印和这个大千居士 我们再来我们再往后来看 这个就比较稍微过分一点的啊 这个就是这个作者呢 他把毛主席的这个诗词全都刻了一遍 这还是两个稍微比较少一些的 还有一些词语会 还有一些诗会更加的长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楼山关的这一个这一篇呢 它是行书入印的 其实行书也是可以入印的 只不过呢 相对来说 它不容易出现 它没有这个传书那么古朴嘛 对吧 传书它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一个神秘感和神秘性 但是在这个行书的话呢 它也剩在一个飘逸吧 但是这种飘逸感不容易出 因为它毕竟 它不是写出来的 它毕竟实面 它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有力量感的东西 但有力量和这个飘逸的话呢 它本身就 就有点相反 有一点相反 所以说的话呢 咱们往后就按学到转课的话呢 也是先以这个转课来入印 先按这个转术来入印 后面的楷书包括行书 甚至包括于寿经体 其实都有入印的一个记录 这样的话呢 大家都可以自己玩嘛 本身艺术也是让人开心的一个过程 大家但是保持这个基本功是很重要的 这个名字的话 英文阳文都可以 英文阳文都是可以的 这个咱们本 咱们这一期传书课一共只有八级 咱们学无让知的已经够了 咱们是没有再多的精力 再去学习其他的一个版本 其他的一些 风格的一些传书的话呢 就需要同学们自己去感悟和体会了 我们本节课 我们本期课呢 主要是以无让知的一个为这个主体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无让知的这个传书 其实这个传课 其实和他的传书是非常相像的 字形呢也是比较修长 然后的话呢 他的线条也比较的流畅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人家在转刻 在石头上的线条 要比咱们写在纸上的线条还要灵动 这是非常厉害的一点 大家要感受到 因为石面上 它本身很容易出骨骤的这种线条感 它很难出这种飘逸灵动的线条感 但是这个 放在我们这个书法上的话呢 纸面上 它相对来说容易灵动 但是它不容易这一个骨骤 所以说这两者呢是互相相辅相成的 相辅相成的 所以说传课 大家以这个后面有这个有兴趣 或者有机会的话呢 也可以自己去尝试 尝试着去用刀 以刀代笔 在石面上来进行一个创作 大家可以随后也可以自己试一下 我们传课都是以传书为主要的书体的 不管是名字还是弦章 还是不管什么都是用的传书 以传书为主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比如说无让之的这一个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它书法上的一个差别 一山碑 它的一些线条最后收笔 这个形状是完全一样的 比如说这四个竖环的收笔是完全一样的 再来看无让之的这一个四个竖环 五个竖环的收笔 各有姿态 对不对 这就是这一个石面上的一个差别 和这一个纸面上的一个差别 这也是秦传和轻传的一个差别 就是所谓的它的一个书写性 同学们一直都在问 老师这个问题从第一节课就在强调 强调到我们第四节课 还是有人一直在问 这个一定要考虑清楚 就在于一个书写性 好的 最后咱们来看一下咱们本节课的一个案例 第一个字呢是志 志向的志 第二个字是学 第三个字是休息的息 第五个字是这个第四个字是点 字典的一个点字 我们然后我们切换到这个实操界面 我们来这个写一下 首先是这个质字 质字的话呢 它也是和我们现在的也是一样的 上面一个是 下面一个这个心字底 同样这个笔顺也是从上 从上到下 从上到下 和我们第一节课写的这个质字 比较接近 但是也有一点点差别 竖划有一定的一个弯曲程度 也不要写的太直 太直的话 这个总是会有一点点死板 顿好了之后 然后往下 这一笔同样也是很随意 很随意的摆出来就可以了 同样这一笔的话呢 这个切笔是这样 先往下面钝 钝好之后呢 然后往这个方向写就可以了 最后这个横画打开 打开笔之后 稍微有一点点像上拱 写出来 这个收笔的话也是 收成什么样形状 算什么形状就可以 下面这一个心字底 打开之后 然后往这边 往这边切 往这边切 同样也可以先写 这个左边的这个树 钻好之后 折 不要太长了 大家千万要控制好这样的一个宽度 同样的这个切笔的这个起笔的形状要做一个差别 一下 打开之后 然后往这边翻 往下 同样这一笔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它当时是这么来写的 它当时是这么来写的 并不是和咱们之前是翻笔来的 我觉得它是这个从左往右开始写的 因为它这边有一个缺口 对吧 它这边有一个缺口 对肯定是要先写在石头上来再进行刻章的 这个是肯定的呀 不可能说是直接在这个石面上来刻的 当然有一种章叫急救章 在古时候有一种章叫急救章 就是它很急 刻的时候很快 它可能就不会在石面上先写字 它直接在石面上来进行刻 急救章的话呢 它也是非常潇洒 大家也可以随后的在网上查一下资料 这也是一种撰刻的印章的一种风格吧 一种风格和这个课的一个技法都可以 今天老师的墨这个稍微水有一点点多 有一点点阴 同样然后咱们再回到这个基本笔划上来 其实咱们后面的课呢 其实一直解决的是一个线条的问题 线条必须得写的稳当 稳定才可以 中间这个首先是上半部分 往上切笔之后 顿好 有一个小折的一个形状 顿好之后 往下 这一个无让之的宋武帝 杖陶尺 它只有一个版本 它不像是林飞经一样 它有石刻本和这个墨迹本 它也不像蓝亭序 每个大家都临摹过好多遍 无让之和无让之的这一个就有原作的 就有原作 而且而且保存的很完好 所以它只有一个版本 只有一个版本 差别都不大 第一笔 然后第二笔的话呢 先顿下来 我们要找这样的一个形状 主要是找出来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样的一个形状 对不对 所以说必须得先切下来之后 切下来之后 然后再往这边来书写就可以了 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 比较锋利的这种感受表拉出来 锋利感 转课当然是谁课谁写 为什么学转课需要先有书法功底 需要先学转书呢 这就是因为你必须得有一个上识的过程 这都是你亲自上的 亲自上的 每个转课的大家都是转书的大家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如果你不会转书 这个就谈不上转课 这完全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 然后我们再来往这个 往下面写这个右半部分 首先还是先写完这个中间这一笔 注意一个弯曲程度 顿好之后 往下顿好之后往下 第二笔 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倾斜程度就可以 因为这是两个竖花 有一个这一个 有一个方向上的 方向上的一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下 这一笔 中间这一笔可以分成两折来写 这一笔的话呢 完全只一笔来完成就可以 同样起笔的这一个 起笔的地方呢 稍微粗一点点 稍微粗一点点 顿好之后 大家可以 要想变粗的话呢 可以停留时间稍微长一点 然后往下写 如果有一个由粗到细的一个过程 当然也不需要完全按照它的这样的一个 来写 其实都可以 并不是非得是有一个粗细变化才可以 头比较粗一点 收笔的地方呢 稍微细一些 大家这也是 它尽量做一些变化 因为 转述它本身变化就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呢 这个作者就需要在各方面 需要把这种 这个变化做的再 丰富一点 为了丰富我们整个字的一个 观赏的一个内容 为了这个丰富它的一个内容性 同样我们把这个完整的写一下 那再来写一下这个横画 横画 让这个稍微放大一点 一笔 写好之后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 非得写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大家都可以自己主观的去尝试 角度问题 需要把握好 一笔 把笔号打开之后 打开这个是不会变的 稍微有一点点厌尾 包括这种形状在无让值里面出现的比较多一些 出现的比较多 其实也可以给大家稍微写几个其他风格的 比如说我们把中间这一个树写的特别的直 我们处理的直一点 一笔 这边呢 我们也稍微换一个头 稍微用一下藏风 稍微写的稍微圆转一点 包括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放入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差别 这笔稍微把这种弧线感的强调的大一点 其实也并不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写成这样 但是这个老师和大家强调的 还是要把我们本期课的一个主要目标来解决 就是线条的一个稳定性 稳定性 对 主观意识 它肯定是要决定我们的书写风格 艺术它的本质还是在于表达自己 不管说是你表达自己开心的一面 或者说是悲伤的一面 或者说是又是什么样的一面 为什么国外的很多精神病都可以成为艺术大师呢 就是因为精神病它的内心很丰富 它和正常人想的不一样 它完全没有任何理智可言 它的感性在大脑里是占更大的比重 所以说它表达出来的呢 也是更加的丰富 但咱们平常呢 都有一个理性去压制的 所以说很多的感觉 不能很好的去抒发去表达 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其中一点 当然对于咱们书法来说的话呢 因为咱们中国讲究的是一个含蓄 所以说呢 更多的东西它不能很赤裸裸 它更多的是要大家去感受 去体会 去这个 这个就类似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这种感觉 对啊 处境改变 书封肯定也会改变的 比如说 红衣大师 红衣大师现在写的这个 就是成了僧人之后的这个书法呢 它是非常的软软的 诺诺的这种感受 但红衣大师之前是学习卫卑的 之前他的风格非常的老辣 非常的生硬 甚至说是这个书封都非常的凶残 和这个晚年时候的书封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 所以说人的这个处境是完全 然后人们这个书写风格是完全受 这个人生经历所变动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屁股决定脑袋嘛 就是你坐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你就会想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你想什么样的事情呢 它就会直接影响到你书写的一个风格 大家要搞清楚它背后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原因 其实也很简单 和其他也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来写这个新字底 新字底呢 首先是这个第一笔横切开之后 往上 同样也是做一个厌尾 大家可以看到无让之这种笔法用的 相对来说多一点 竖竖竖好之后 然后折 同样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向上 同样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向上 然后 右半部分 竖好之后 铺开一定要铺的均匀一些 往下 这一笔的话 我建议大家另起一笔来写吧 写成这样 然后这边一笔 顿好之后 一个弧线 一个弧线直直的过来就可以 很直接 同样这个长的一个弧线 大家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 注意好它的一个平衡性 平衡性和它的一个对称性的一个关系 对称的话呢 首先也是从中间开始 从中间开始 起笔上呢 要做一个差别 起笔的差别 差异 然后呢 它的统一性 就是比如说这一段距离 它得是比较一致的 一致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统一性 和一个变化性的一个关系 变化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起笔和收笔上 做一些变化 但是它的一个统一性呢 就是它一定要保持一个平衡 大家写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揣摩一下 一定要去揣摩一下 如何在保持统一的情况下 还能保证一个差异 也就是 如何在保证这一个 统一和谐的感受下呢 我们仔细看 还可以看出来 它其中的一些变动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 更加有内容的一些东西 一定要去好好把握这两点 因为这也是一个度嘛 就是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 在统一和平衡之中 然后去找一些差异和变化 这就是我们书法上的一个目的 不管是包括其他艺术 也是一样的 顿好之后 打开 往这边 往下 打开 往这边 其实如果直接这样写的话也可以 直接这样写也不是不可以 保证平衡即可 一笔 两笔 一笔两笔 同样 注意一下这个平衡 包括它们之间的一个距离 它们之间的一个距离 老师这个可能 现在写的相对来说宽松一点 其实大家也可以往紧凑的写一写 但是一定要保证 整个字的一个平衡 整个字不能倒了 现在我们再给大家把这个完整的字呢 来写一遍 稍微这个 缩小一点 首先上半部分 顿好之后 然后往下 书写速度 要稍微的这个 稍微放快一点 稍微放快一点 打开笔之后 然后往这个方向 下面这个距离 大家自己调整 可以调整的 稍微紧凑一点 都可以 往这个方向 大家要看清楚 上面还是秉承一个 上紧下松的一个结构规律 从这边分开 上面比较紧凑一点 上面就属于紧的地方 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很多字了 这就是无让知的一个 结字的一个习惯 上紧下松 其次呢 它中间的一些距离 中间的一些距离 比如说横画之间的一个距离 基本上还是保持一个一致 包括这三个距离关系 哪一个稍微偏大一点 哪一个稍微偏小一点 包括它们中间这两个的一个距离 一个稍微宽一点 一个稍微的 一个稍微宽一点 一个稍微窄一点 这就是大家写字的时候 要找这个笔划之间的距离 找好之后 我们才能写得更加的准确 最后笔划这个收笔的话 收成什么样 算什么样就可以了 可以看一下无让知的这个收笔 这完全就是很随意的收笔 很随意的收出来的 它都没有收 直接停下来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枯笔 对不对 它就是写在这个地方没墨了 就直接这个台笔就可以了 老师这个墨今天稍微这一个 稍微稀了一些 然后可能会有一点阴 但其实也是可以达到 直接过来就可以 直接收 不需要这个想太多 想的太多的话 反而达不到一个效果 这种随意非常自然的效果 也是一种审美 或者停顿一下 也可以 也可以 然后咱们来写着一个下一个字 西字 休息的西 上面一个字 下面一个心 也很好理解 也很好理解 同样顿好之后 往下 这个笔画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学过 我们写这个第二节课 写这个乐字的时候 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今天写的这个更大一点 更大一点 更宽一点 毛笔慢慢的打开 注意中间的一个距离关系 基本上是相等的 反字写在石楼上的话 需要你先做一下反字 写好正字之后 然后做一个反转就可以 下面这个心字底 顿好之后 这边和之前的是不一样的 这边的这个是从右往左写的 一笔 二 往下 往下之后 然后往这边反就可以 这一笔其实应该是一笔来完成的 一个弧线 一个弧线来完成 往这个方向 同样下面部分是没有太大的改变的 只是这个心字的一个上半部分 稍微的这个变化 笔法上的变化和咱们上一个心字底 变化比较大一点 这就是咱们写这个心字底呢 它也有两种书写的一个方法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 或者说是把下面这个和上面这个质字呢 稍微分开一下处理也可以 这个 有同学问这个 之和这个式字啊 其实 这个在文字学上的一个说的呢 它其实质字 咱们现在用的这个质字 它就是一个错别字 它本身原来就是应该是一个质字的 只是后来 它变化到简体的过程中 它经历了很多曲折的一些变化 最后为了人们的一个识别性 它最后这个识别性和字的一个平衡 它最后变成了这个式字 但是从这个书体本质的一个变化上来说的话 它本身就是一个错别字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这个使用的比较多 它也就渐渐的 也就成了一个正确的 它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同样我们还是先写这个上半部分 上半部分这个字 同样也是要保持一个平衡 平衡还是很重要的 往下 往下这一笔 往这个方向 同样也是要打开 然后找它中间的一个 中间的一个平衡 中间的一个对称感 可以写的窄一点 可以写的宽一点 都可以 然后和下面关系 下面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一 二 写的周呢 一定要写的稍微慢一点 稍微慢一点 三 中间的一个距离呢 同样也是比较一致的 距离也是比较一致的 同样也是横滑之间是要等距的 我们之前也都提过 等距 再稍微往下写一个稍微宽一点 其实宽窄呢 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比较自由的处理方法 但是不能差别的太大 一笔 先回这个稍微写的宽一点 一 二 三 这个相对来说就写的比较的这个宽一点 其实大家如果练习线条的话 其实还可以练的更宽一些 因为我们目的是练习线条嘛 对吧 练习线条的话 我们就要尽量的去各种方向的都要去尝试 各种方向的线条都可以处理的来才可以 比如说大家自己练习线条的时候呢 其实就可以这样来练习 比如说我们练习下面这种对称的弧线 我们就可以这样慢慢的往外扩散 写完这个竖环呢 然后我们往下来写 比较窄的这样的一部分 但是呢 我们以这个中线来作为一个中轴线 我们写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它们之间的一个距离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写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想象成什么样子就可以写成什么样子 二 大家可以按这样的一个方法去练习 按这样的一个方法去练习 练习线条的一个对称 对称和稳定 比如说它们竖环之间的一个距离 是否写的时候能一样 包括它的一个粗细 写的时候是否可以写的一致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传书要练习的一个基本功的问题 练习的一个基本功的问题 很重要 很重要 现在大部分同学提的问题呢 其实还都是一个 还都是基本功 就属于还是练习的比较少的一个原因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练习书法 数量是大家必须要通过的一关才可以 练习的时候呢 就是保证它们之间的一个距离 距离 距离是否一致 是否均匀 然后包括笔环的一个粗细 给它标注在这个位置 粗细 粗细问题和这个间距问题 看自己写的时候呢 是否能达成一个比较均匀的一种状态 没有哪些笔环特别的出格 或者是特别粗 或者说是特别细 这是一个练习的一个小方法 大家平常的时候呢 也要多尝试 然后我们来写这一个下面心字底 下面的一个心字底 同样是左边部分呢 它和上面是不一样的 它完全是一笔来完成的 顿好之后 写在这个位置 顿好然后 往上 这就是分成两笔了 分成两笔来书写 这边也是顿好之后 往下 直接往这边 这个歪过来就可以 我们之前这些笔环 其实也都写过 换汤不换药 只不过是稍微换了换角度 撇过来 然后这笔下面这个部分呢 还和我们刚刚所要注意的要点是一致的 同样也是保持一个均匀和流畅就可以 同样给大家在这个 我们来横向对比一下 它们刚刚心字上半部分的一个小差别 小差异 质字的这个心字底呢 我们分为这个第一笔 一下 两下 这边的话呢 同样也是 一下 一下之后 两 三 这边的话呢 就有一个第二个这个上处理方法呢 就有一定的一个差异 同样可以看到 一个方一个圆 一个方一个圆的一种处理方法 上面的呢 相对来说比较方一点 下面的这个形状呢 就稍微偏圆一些 就稍微偏圆一点 就是大家两种都可以尝试一下 之后是我们的一个风格上的一个选择 这个都比较自由 但是这个稳定和均匀 肯定是我们要达成的 不管哪一个形状 不是特别重要 主要的是要 空比要稳定 空比要稳定才行 同样我们也可以这个组合着来试一下 左边的稍微方一点 右边的稍微圆一些 也可以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这边呢 我们还按刚刚第一种 书写方法来书写 一 二 这边呢 我们就稍微写的圆一点 稍微圆一些 稍微圆一点 也都可以 也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当然这一个最后出来的效果和你想 和你想象的一致不一致 或者说是不是你想要的 这就是需要我们大量的尝试才能得出来的 如果直接的这样的一种 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这都是需要自己去考虑出来的 需要多尝试一下 就像我们持晓节课说的 书法也可以当一个实验艺术来说 就是大量的一种节字的组合 老师已经把零件都给大家了 然后大家能组合出具体能组合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 就是看我们每个同学的一个造诣了 然后我们来学这个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呢 是点 字典的点字 它有这个竹字头 有一个足字头 同样我们也是先从这个由上到下来书写 第一笔 往下 往这边 这一笔的话呢 千万不要太长了 因为我们这边的一笔呢 它有一个叠加关系 一笔 有一个叠加的一个关系 有一个叠加关系 不要太长 太长的话呢 它们中间就会发生这个 就会撞 首先呢 先写中间这一树 中间这一树 同样也是有一个轻微的弧度 也并不是完全是笔直的 第二笔 分好之后 然后往这个方向 注意一下起笔的一个 起收笔的一个形状 写完左边 然后右边 沿着这个左边线进行收笔 这边的话呢 起笔稍微方一点 顿好之后 然后往这个 做这个弧线就可以 中间的横画的话呢 就比较简单一点 中间的横画 直接写过来就可以 这是草字头 往下的是足字头 要写出来一个差别 然后我们来写这个横画 来写下面的横画 其实笔顺的话呢 大家不需要太过的纠结 大家写准就可以了 写准就可以 先写横画也可以 都没有任何问题 切开之后 然后往这边进行数写 写过来 我觉得先写竖划稍微好写一点 我觉得先写竖划稍微好写一点 因为你控制好它的一个长度的话 再去写这个横画 它会更准确一点吧 一笔 两笔 它们这一个呢 相对来说不是太对称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笔的一个弯曲程度 稍微有一点点差异 大家写的时候呢 也可以去尝试的去做一下变动 这个也很有意思 当然这个字的话呢 它主要靠最后两笔来保持稳定的 所以说就像这个桌子腿一样 保持一个字必须得撑起来才行 不能倒了 同样也是不能倒了 竹子头看这个写成一笔是不行的 因为竹子它本身也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过来的 我们画竹子的时候不也是吗 先画成这样 然后这也不是 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放在这个笔环中间呢 其实也得这么来写 先画这个竹杆 先来画这个竹杆 然后呢 这两片叶子 飘过来 所以说呢 不要写成一笔 还是不要写成一笔 它确实 这个呢 它有渊源的 它有渊源 并不是其他笔环 它这个怎么写都行 尽量我们还是按照它最开始的一个出现的原则来写 这样的话呢 更好一点 让大家演示一下 圆笔 稍微圆一点 一笔 一 二 两笔 同样这个竹子头也需要稍微的这个多说一下 它两个的话呢 这个起笔也比较有点意思 变化也是还挺丰富的 同样 顿圆了之后 往这边 沿着左边 左边圆形收笔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这样的一个切口 沿着左边一线 同样这边呢 也是要先切入之后 然后摆这个叶子的这些笔 这边 同样的 然后这边的这个竹杆 这个竹的这个部分 比较有意思 它就完全是画出来的有点 首先顿圆之后 然后 有这样的一个S的感觉 对不对 有点像S这样的一个感受 只不过呢 它变粗了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呢 它写的时候就是顿粗了之后 然后把这个边缘线呢 它的弧线没有那么大 只不过是 还是这样 但是它 它的一个体态 是很相似的 所以说呢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它的一个轻微的一个体态上的一些变动 有一点点扭曲 也有一点点腰扰 它并不是直直的这样来完成一竖子 这样就有点愣了 就有点愣 然后我们来写一下这边 一笔 注意一下和它的一个交接的一个 这个哪个长哪个短 千万不要写的完全对称 这边的笔环呢 稍微粗一点 稍微粗一些 对吧 这几笔呢 笔环不是特别多 但是中间需要咱们注意的东西还不少 给大家在这个标注一下 比如说这个旗笔呢 都是比较圆润的 旗笔都比较圆一点 旗笔比较圆一点 其次 这边呢 同样也是有一个弧形 弧线 交错 交叉 交叉关系大家要掌握好 哪一个 哪一个长哪一个短 其次呢 这个粗细 这一笔呢 相对来说粗一点 其他几笔稍微细一些 这些都是大家写字的 写这个足字头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的一些小要点 如果都能掌握好的话呢 其实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虽然线条比较少 但是它这个变化做的还是比较丰富的 我们再来这个给大家写一下这一笔 写一下这一部分 首先圆笔 顿圆了之后 沿着这个左边线 沿着左边线来收笔 切好把毛笔打开 打开然后写左边这个叶子 写过来 这笔稍微写的短一点 顿圆了之后 往这边 有一点点S的这种感觉 尽量大家去把握一下 这一笔稍微长一点 我给大家稍微把距离稍微拉的大一些 这边 这个最右边 这个部分呢 稍微写的粗壮一点 同样也是沿着这个上边 先进收笔 有一点点像钠的 有一点点像凯树的一个钠环 但是它处理的比较圆润 它这个钠的这个尾巴 拉的不是特别的长 就像咱们燕尾一样嘛 像咱们燕尾一样 只不过是稍微它是这个比较圆润了一点 燕尾的话 咱们可能是会拉成这样 拉的比较长一点 这一笔的话呢 稍微拉的就很短 基本上就没有 基本上没有的这种感觉 其次它这个笔块也非常的短 对不对 大家写出来这样的一个差异 然后我们再来找这个下半部分 这个类似于栅栏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 栅栏这一部分 同样我们先来写中间的这一笔 中间这一笔 同样也是头比较大一点 头稍微大一些 顿圆了之后 往下 左边这一笔的话呢 同样也是 和我们刚刚这个扭曲的这一笔呢 也是一样的 像这个左边切入 切入之后 然后往下 对不对 往下来书写 然后同样也是沿着这个 左边圆线进行收笔 左边圆线收笔 最左边这一条线呢 其笔比这个第二笔要稍微圆润一点 要稍微圆一些 同样也是有一个弧度 收笔的地方稍微这个圆转一点 和这两个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然后再来写这个右边 顿圆了之后 往这边同样也是沿着这个左边线进行收笔 和这一笔呢 是稍微比较接近的 但是这一笔稍微短一点 注意一个长短的一个关系 虽然收笔的形状一样 但是它长短有 但是它长短是有区别的 这边的一个起笔呢 同样也是稍微顿的方一点 同样沿着这个左边圆线进行收笔 对不对 所以说这四个 这五个小竖环呢 它各有各的一个特点 大家写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尽量的把这种特点表达出来 其次呢 还有一个比较要命的问题 就是如何在表达出这些比较大的差异的时候呢 我们整一个这一个 还是要保持一个统一的 还是要保持一个统一 比如说这一笔 圆一点 圆一点 这边的话呢 这一笔就稍微的这个 朝向就不一样 朝向就不一样 对不对 朝向就不一样 这边的话呢 相对来说比较粗一点 中间这一笔稍微比较长嘛 同样这一笔的话呢 也比较圆一点 这一笔的话呢 也比较方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 这几个起笔的形状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样的收笔的形状也不一样呀 这边也是一个圆的 这边稍微方硬一点 切的比较方一些 这个的话就不说了 因为它挡住了 但是它这个收笔的话呢 它是比较尖锐的一个形状 我们可以推测嘛 因为它是由粗到细的一个过程 同样这一边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比较方一点 这边也比较接近 但是它方的角度呢 稍微有一点点差异 和这一边的角度也是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说它起笔和收笔的一些变化都比较多 大家写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些细节 这也就是书法的一个魅力所在 对吧 同样都是五条这个竖线吧 但是呢 它在这个起收笔上 还可以做如此丰富的一个变化 这仅仅是一个传书上 传书的话呢 它不允许有这个粗细上的差别 它不允许有书写速度上的一个差别 所以说转书它的变化已经很少 它只有在起收笔上下功夫才可以 然后我们再这个分析 仔细的分析一下 它这个几个竖画的一个写法 一个笔画来占一个格子 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吧 我们从最左边这个笔画开始 老师稍微倒一点墨 这个墨呢也是有点干 同学们可以自己呢 先这段时间稍微先自己尝试一下 因为这个老师之前 在这一期课的时候 同学们可能都能写出来 但是呢 这个会写的比较支离 会写的比较支离感 支离感呢 就是不够统一 有一点点不够统一 就是书吧 它本身就是虽然说要找变化 但是呢 你一定得保持在 它在一个统一上才可以 统一上才可以 第一笔 稍微给大家放大一下 远笔同样也是有一点点S状 往这边挺的这种感 挺完之后呢 然后又回去 又回去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书一个形状 要住啊 要住 第一笔呢 圆 第一个起笔的地方是圆的 包括整体的一个感受 也是比较圆润的 第一笔圆 第二呢 它的一个弯曲状 它的一个体态 体态比较弧线 弧线3 3是什么呀 它的这个粗细的一个变化 粗细变化不是特别的大 粗细变化 当然这几笔都不是特别的大 我们最后把这个收笔吧 起笔收笔 圆 收笔的地方也比较圆 也比较圆润一点 大家写的时候呢 尽量把这几点都能表达出了 都能表达出了 同样在这个一笔上 这个弧线比较稍微难一点 因为圆起圆收大家都比较习惯了 对吧 这个弧线可能稍微变化 稍微大一点点 稍微大一点点 然后第二笔 第二笔的话呢 和咱们这个竹字头 右边这个竖是比较类似的 同样也是往这个方向切入 把笔打开之后 然后往下这个翻 同样然后沿着这个右边眼线 沿着这个左边眼线进收笔 左边眼线进收笔 形状有一个切口 有一个切口 同样这个的体态上的变化呢 就没有刚刚这笔比较丰富 它只有一个弯 它只有这个朝礼弧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第一个呢 要注意一个方 第一要注意方 第二呢 要注意这个内弧的这种感受 内收吧 它要往里收嘛 是吧 它是朝礼的一个方向 第三的话呢 注意一下这个切口 前后它都有一点点像这个刀嘛 对吧 都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说但是呢 要注意一下它角度的一个切口的一个角度 这是第二个笔画 第三 第三个笔画 第三个是这个比较长的这个笔画 比较长 它这个头呢 比较粗一点 比较壮一些 同样这个变化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最大的是一个 和粗细上的一个变化 其次它也有一点点一个倾斜度 它也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一个状态 和刚刚那一笔的一个体态是一致的 第一粗细 粗细要表达出来 粗细 第二的话呢 就是一个内收和刚刚的一个笔画 需要注意的点是一致的 第三的话呢 也得保持一个平衡 因为它是一个最中间的一笔嘛 它和其他两笔 它和两边的这个还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平稳 平稳基本上我们节节课都在强调 平稳很重要 看这个第四笔 第四笔 第四笔的话变化相对来说单调一点 其次它这个笔画也比较直一些吧 相对来说比较直一点 断好之后圆笔对吧 圆笔然后往下 同样注意一下这个切口的一个形状 和第二笔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它稍微偏直了一些 偏直了一些 偏短了一些 和刚刚那一笔是要写出一个长短的差异 其笔呢是比较圆润的 收笔呢是比较这个方一些的 第一 这个上半部分比较圆 第二大家可以写的稍微直一点 因为毕竟我们其他的笔画都有一个弧度 对不对 第四笔我们可以把它处理的稍微直一点 最后收笔的地方 注意一下这个方应的一个程度 然后我们来说这个最后一笔 最后一笔 最后一笔的话呢 弧度就比较大一点 这一笔的话呢 弧线是最这个差别最大的一笔 同样也是这个方笔 对吧 先切入 先切入之后 往这个方向 同样也是沿着这个 左边沿线进行收笔 同样也是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切口 切入之后 第二笔呢 同样还是切出了 同样还是切出了 方起方收无限 一方 方的对吧 第二 弧线也是内收 也是朝里的 只不过是和这个左右的一个内收 它方向是完全不一样 也是朝这个方向 第三 同样也是方的 对不对 大家可以自己主动的去 总结一下它的一些变好 当然这也是老师按照案例的一个总结 其实呢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 主动的去尝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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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一种处理方法 比如说 这几笔都写的比较直 或者说是我们这几笔写的比较对称 比如说老师再给大家 我们换一个处理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中间这一树写的直一点 中间这一树写的直一些 然后这两边也写的比较对称一点 我们可以稍微往对称的走 稍微往对称的走 但是起笔当部分 我们还可以做一点变化 做一点变化 起笔我们在这个 基本上格子基本上是一个对称的 比我们刚刚写的这个要 比我们这个案例上要对称 对不对 相对来说 它剩在一个规矩 它更规矩了一点 它更规范了一些 但是同样它也有一点点死板 同样它也是死板了一点 所以说两者 大家要掌握好他们其中的一个度 把握好其中的一个度 不能太过的规范 规范也会导致一个死板 规范 规范 规范的话呢 会导致一个死板 然后我们可以再来写一下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粗细变化 这个写的再丰富一点 我们可以让它显得更加的这个灵动一些 那灵动的话呢 它也会显得有一点支离 比如说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把一些弧度稍微变大一点 把它们几个笔环之间的一些变动呢 处理得更大 一笔 然后这边的话呢 写的方一点 同样做一个差异性 做一个差异性 其实这些起收笔的这样的一些形状呀 其实都是完全靠大家去主动的去揣摩和这个准备的 包括老师这些 对不对 和咱们案例上的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我这笔血方 这笔血源 完全可以 比如说我这些横呢 也写的稍微的 有一定的一个弧线 有一定的一个弧度变化 对不对 其实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 那这两个的话呢 就下面的就比较这一个 更加丰富吧 看的一些点都比较多 比如说这五个旗笔 方向各异 对不对 这边呢 完全是一个对称的 大家可以主动的去尝试 多去尝试 才能找见自己想要的一个 想要的一个效果 老师的话呢 仅仅是告诉大家 这一个笔划是怎么来写的 以及呢 老师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式 思维方法和写的方法 这是老师主要教给大家的 但是最后需要组织成一个什么样的语言 这个就是完全靠大家来去寻找了 老师就是起一个字典的作用 你可以在老师这找见各种的一些字 但是呢 老师并不是一本书 书的话还是需要自己来写 灵活 大家呢 就是在这两个度之间来进行把握 一边呢 也要写的比较规范一些 一边呢 还不能写的太死板 这个度的话呢 它都有一个偏向 比如说有的同学 这个刚刚有同学说 这个写法更好一点 那又说明你平常也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人嘛 对吧 你喜欢的这个比较偏向于古典一些 比较偏向于古典 下面的这个呢 相对来说偏当代一点 同学们可以投一个票 我们这个可以在弹幕区给老师回复一下 我们喜欢第一个的同学呢 就这个打个一 喜欢第二个的同学呢 就打个二 大家可以现在呢 就开始一下 老师也稍微喝口水 同学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其他同学的一些想法 这个大鹏本身就是 把大家组织在一起来进行交流 也是这个能让大家自己能发现自己的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这个一和二基本上都有 都没有说是一边倒的一种状况 所以说呢 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去尝试 但是两种都有我们互相借鉴的一些东西 都有互相借鉴的内容 保持规范也要保持灵活 太灵活的话呢 它会这个笔环之间 它没有任何联系 它会显得不是在一个字里面 所以说两者需要大家主动的去把握 也可以说是一个是理性派 一个是这个感性派 也可以这么来说 大家这个 大家自己去尝试啊 自己去考虑和这个尝试 因为就放在其他的一些这个 放在其他的艺术领域里面 同样也是一样的 也可以分成简单的分为这两个派别 当然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划分 再往细的划分 其实内容会更加的丰富 同样然后我们来写一下这个下面这一部分 最后这一部分 最后这一部分 切开之后 切开之后这个横 其实这一横 它中间也有一个粗细变化 也有一个粗细变化 也有可能是它主动去这一个 主动去这一个写出来的 也有可能呢 是它这一个中间无意中写出来的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大家也是可以去把握一下 去把握一下 当然整个字型必须得统一 比如说 大家第一笔 上面部分写的很灵活 但下面这一个 写了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一横 它也有点对应不上 就是我们各个 这一个 一个字的各个部位 它也需要统一 它也需要统一一下风格 不能是这个 足字头写的比较灵活 下面这个栅栏写的比较死 下面又写的比较灵活 比如说这三个部分 它必须得统一 切开之后 当然这个笔环是 方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看大家在中间 这一个对毛笔的一个控制是 控制成怎样了吧 比如说老师在中间稍微提立一下笔 中间就会比较细一点 这边按下去呢 又会比较粗一些 以及这一个墨的浓淡干湿 它也会影响最后的一个视觉效果 书法它本身就比较单纯 它可变动的东西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 同学们也要去多想 墨色它也是影响书法一个气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比如说我用稍微稠一点的墨 稍微稀一点的墨 或者说是稍微淡一点的 稍微浓一些的 包括纸张上也可以写这一个光滑一些的 粗糙一些的 都可以去尝试 看哪一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 我们就是老师就是引导大家去寻找自己的一个风格 因为大家最后也要上到这个创作课程 对吧 创作课程你就可以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同学们是偏理性还是偏感性 或者说是更喜欢哪一种 喜欢哪一种呢也反映出你本身的一个为人处事吧 这些都往深了说的话 其实它很深的 但往浅了说的话呢 其实又回到这个用笔上来 如何把线条写的比较的匀称规范 这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再回来 再回来 我们把最后两笔来写一下 最后两个这个弧线 一笔 第二笔稍微粗一点 对吧 有个粗系上的差别 有一点点粗系上的差别 但是差别还不能太大 差别太大 同样也是会有一种治理感 同样也是要保持一个统一 和咱们刚刚说的这个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变化和统一 需要大家一直去纠结 一直去打破成见 打破成见 同样然后老师再稍微加点水 这个墨越来越稠 脱不开了 转书的话呢 这个墨太稠的话容易产生非白 这个笔环也不够流畅 我觉得还是稍微顺畅一些 比较好一点 这是我的一个选择 坚收和远收都可以 都可以 当然要求也同样也是 一个字里面不能全是坚 同样也不能全是圆 一定要保证好它们中间的一个度才可以 然后我们写最后一个这个学字 中间两个这个绰号 绰号 绰号呢 两个绰号也要写出来差别 对不对 同样我们字里面只要但凡有出现重复的地方 大家就得考虑了 两个哪边稍微长一点 哪边稍微短一点 一定要养成这项敏锐的一个感受 两笔 一笔之后 然后第二 一 二 同样也是一笔弧线 这笔应该也是这个第三笔随后补出来的 因为它最后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接口 最后这个地方有个接口 它不是一笔来完成的 这个的话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尝试 也可以去写成这个一笔来完成 也都可以 这是个学字 这是个学字 同样这半部分 一笔 两笔 写下面这个字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横 横竖 这边的话呢 直接反过来就可以 直接反过了 往下 往上稍微顶一下 之后写这一道长弧线 这边也是一笔来完成的 一笔来完成 包括无让之也会出现这个 也会出现这种写法 在下面给大家写一下 往上 往上收 往上收 它也会出现这一种 就是起收笔呢 完全不是一个形状 它也可以圆一点 也可以这个稍微尖锐一些 当然大家千万不要写成一个对称 如果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这边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这就很不好看了 一定要写出一个差异 差异就可以 上面那个不懂也很正常 虽然说是咱们书法 需要了解一下这个说文解字 但是文字学 尤其是古文字学 它完全是另外一个领域的内容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 学书法完全可以顺带的把这个文字的一个演变学了 这是不可能的 文字学和古文字学 它都是两个领域 都是两个领域 更别说这一个 更别说和书法之间的一个联系了 我们现在把主要的这个精力放在把线条写文上 它背后的文化性需要我们慢慢的去体会 慢慢的去尝试 慢慢的去思考才行 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 大家写字的时候 同样也是 要有一个侧重点 解决不了基本功问题 其他的东西都是空中楼阁 都是空中楼阁 我们来写这个 同样也是先写这个上半部分 上半部分 两个叉 顿好之后 往这个方向 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倾斜度 顿好之后 往下 这边下面的这个差异就比较大一点 对吧 这边比如说这边稍微这个方一点 稍微方一些 这边的话呢 稍微圆一点 同样也有一个长短的一个变化 对不对 它中间是有一个高低差的 稍微把这个墨也稍微加点水 有一个轻微的高低差 有一个轻微的高低差 一定要这个表现出来 表现到 基本功的话 我觉得基本功书法的基本功 它也分为几个方向吧 我觉得的话呢 基本功就是你对毛笔的一个控制能力 就是对毛笔的控制能力 你只有对毛笔达到一个控制能力之后 你才能去表达你想要的一些内容 当然表达自己想要的内容呢 它涉及到的方向就更多 比如说你表现出来的 你如果只有自己能感受到 别人感受不到 这个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到了创作的时候 需要大家学习的内容更多了 现在的话呢 就是解决咱们对毛笔的一个控制能力 包括大家写历书的时候 也不可能说是哪一笔都 每一笔都尽如人意 对不对 包括老师写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这个笔环它很难去把自己这个想象中的给写出来 当然我们目的也是一直在向这个方向靠拢 来然后这个两个绰号 左右两边的这个内容 一笔 同样也是这个沿着上面 现在已经收笔了 注意一下一个弧线 注意一下一个弧线 往这边 一 二 或者直接写三 这个下面这一横也可以 都可以 这些笔环很难做一点 做一定的一个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哪怕案例上 这三笔也是完全一致的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 所以说这个传书的奇笔上 它只有这种方折的这种感受 其他的变化 它也很难做出来 它不像凯书一样 这个角度上有尖有圆 或者有大有小 这也是传书的一个很大的局限性 比如说这个这边的一个收笔 第一笔呢 它其实是比较奇的 第二笔呢 它稍微尖锐一些 还是老师专门给它写的稍微反了一点 其实它也是做一个差别嘛 收笔上的一个差异 再给大家来这个演示一下 左半部分 第一笔的话呢 直接就是墨 也可能是墨不够了 墨不够了 切完之后 然后对不对 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边的话呢 拉的就稍微长一点 拉的就稍微长一点 对 这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样的一个理解是完全正确的 比如说 咱们首先解决的是线条问题 老师一直给大家强调 线条 线条的问题 线条之后呢 然后它往多了走 它就涉及到咱们字的一个结构问题 结构问题 对不对 结构问题 这个字的结构多了呢 比如说字多了 它就会涉及到章法的问题 会涉及到章法的问题 也就属于一个点动成线 线动成面 面动成体的一个过程 在书法上 必须得先解决线条的质量问题 它本身就是一个线条艺术 如果把书法排除掉这个书写性 把它这个识别性给去掉 它完全就是作为一名线条艺术所存在的 对不对 它本身哪怕这个字写的认不出来 但是这个作品它是成立的 它也是成立的 所以说线条问题是从头到尾 一直都要解决的问题 包括老师现在也需要解决 也需要解决 因为草书呀行书的线条 它是非常丰富 也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需要带一直去 一直都需要去这一个解决 这一个问题 线条 线条一定要牢牢记住 同样这个两边的这个弧度 往这个方向 然后再往上 这个弧度也要把握好 往外弧 往外弧 有一点点往外弧的感觉 同样然后咱们来写这个下半部分这个框 先来写一下这个框 这边的同样也是和咱们刚刚写这个点子 那个栅栏的时候也是一样 其实咱们写 写完栅栏 咱们的起收笔的形状基本上已经写完了 它没有再多的变化了 它这个也就无非间援方三种 对吧 间援方三种 中间呢有一个这个稍微有一个变细的一个感受 这一点稍微写一下 第一个也是这种切入 切入感 切入感二呢 粗细变动 两头粗粗一点中间细一些 三同样也是一个比较方圆都可以吧 方圆都可以 方圆均可 方圆自度啊方圆自度自己来判断 写方写圆都可以 或者说是一边方一边圆也都行啊 这个也不做具体要求 把握好这个弧线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写一下下面这个子 下面这个子 同样也是有一个笔顺问题 笔顺第一笔 写在这边 写在这边 往下 直接反过来就可以 我们之前也学过 这边第二笔 直接写 直接这个糊下来就可以啊 直接糊下来就可以 同样也是沿着这个左边线切入 切入 一笔 横切开之后 然后往这个方向 稍微圆润一点 做一个左右的差异 同样也是做一个左右的差异 差异 差异 同样这边的话呢 注意一下这个弧线 也可以比老师这个稍微拉的再糊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案例上的这个弧度是比较大的 当然这个也涉及到一个自己的一个选择 做好一个把这个字的平衡程度 平衡感写好就可以了 最后再给大家写一个小笔顺 写一个小笔顺 行器的话是这个 行器的话涉及到的是张法 张法它每一行都有自己一个器的一个方向嘛 然后这个磁组的话呢 就属于这种小张法 就是它几个字之间的一个组合 以策的话呢 它就属于一个字 它属于单个的字 当然以策也可以形容这个张法 也是可以的 张法和这个就类似于线条和结构 也不能完全分开来说 其实字的结构和张法也不能完全的独立 它们之间都是互相有这个 互相有这个牵制 并不能完全的按两回事来说 这样是肯定是不对的 顿好之后 一笔 这样笔 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个形状 里面这个形状也很有意思 老师已经完全写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已经完全写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它里面的这个形状 案例上的这个形状呢 可能是偏向于这样 对不对 但是它同样也不是对称的 也不是完全对称的 所以说 这个上面呢 大家也是写的统一就可以 写的统一就可以 也不用完全的和案例这个一样 尽量也是不要写成完全对称 对称的话呢 出来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 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写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一笔的话呢 下来 下来之后这一笔就不再直接拐了 分成这样它写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形状 同样也是相对来说规则了一点 但是呢也相对来说这个 死板了一些 同样也和咱们写那个栅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大家自己去这个处理 最后的话把这个补完 然后咱们顺带扩展一下子字另外的一个写法 子的话呢其实它也可以分为两笔 第一笔的话呢写成这样 第二笔的话呢写成 写成这样 也可以啊 同学们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也可以写成这种方式 也可以写成这样 也并不是非得一笔来写成 这样也是允许的 也是可以的 同样我们这个 这一节课呢也差不多了 我们最后把这个案例呢 完整的给大家来书写一下 同学们关于这节课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都可以这个 现在就可以这个筹集会来问一下 也就是这节课我们讲到的一个 创作上的一个 思考上的内容 包括风格上可能稍微多一点 稍微多一些 我们也放放点音乐 放点音乐 首先写着一个点字 老师这个写的时候就相对来说随意一点 相对来说随意一些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老师正常情况下的一个 这个书写速度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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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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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样大家再看一下咱们这几个字的一个小要点 西字这个弧度对称 它对称的地方比较多一点 重心在上 这个也是上紧下松 我们也一直在强调 质字的话呢 心字底笔划是比较舒展的 比较伸展 学字的话呢 也是一样 和这个质字最后的一个结构比较一致 点字的话呢 注意一下这个竖划的长短 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竖划起收笔的一个形状 包括它的一个体态 当然长短的话比较明确 比较直接一些 老师没有做主动的去 这个主要的一个点去说 因为觉得它比较明显一点吧 所以说大家注意这个起收笔 起收笔的这个形状 还有它的一个体态上的话呢 其次再写一下这个 注意一下它的长短就可以了 其次最后的话呢 这个咱们 还有一个抽奖的环节 同学们也千万不要离开 我们一会儿再这个抽一下奖 同时最后的话 给再次催一下 大家的一个作业 最后这个一定写完之后呢 一定要把作业 交到咱们这个M站上 好的 我们这一节课就上到这里了 同学们 然后我们这个开始一下抽奖 同学们再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